众所周知 迷恒是三国沙移动版最变态的一个武将之一 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迷恒翻车 这把是我们农民马良 地主迷恒 最后是绝王盖 绝王盖直接打了两血 然后到咱们回合了 所以两滴血给黄盖借了槽子 迷恒输出非常高 一回合最多可以打着武将杀 但是他不一定能摸到武将杀 所以有时候其实叔叔也不一定有想要能这么高 而且迷恒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就是非常脆 好这边咱们陪个黄盖的输出把迷恒给打死了 第二把咱们有铁关羽 队友是宋妈农民之一 和我育杀 。 我育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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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上次 鬥 你育杀 你育杀 我育杀 但是迷恒状态已经没了 迷恒状态已经没了 迷恒 可以投入杀了 下一把 咱们选的是张让 队友又是宋马农民之一 国家 迷恒这边一张杀 一张拆 又有一张拆 然后一张顺 最后贴了个兵 结束了 到国家这边 国家打了一张决斗 交差 剩我们兵 然后杀迷恒兵乐 然后迷恒直接逃跑 然后这把咱们选的是 张松 迷恒人称小张松 迷恒直接打我们 咱们一滴血 然后剩一个决斗 看到锦囊牌了 然后开启 张月英模式 直接打死 最后一把 是咱们直播的时候打的 然后 这个借关羽是咱们认识的人 但是他肯定不会手下留情的 然后 还有一个是借真机 基本上我感觉这把肯定是赢了的 关羽一决咱们直接亮黑 然后他也就打了一击血 有白衣尸子有加一 有嚣张 真机这把打输出 咱们直接交无蟹 然后先灰血 然后再打关羽 气掉他的辅助 其实咱们第一波有失误的 反过 然后刀真机 然后刀真机 咱们切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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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杀人 然后杀 杀冠语刀 基本上他操作 切真机一张牌 三为五 好 结束了 喜欢我这样解说风格的 大家可以 可以点个三连支持一下 然后后面还会做相关视频呢